北台湾适量的天气 观众朋友或许现在都有感觉了 那么待会外出要注意哪些事项 还有未来这个星期的天气预报 交给舒芮 好 早安 早安 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确实有从今天的凌晨到清晨 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都持续有雨 所以要提醒今天开车的人多 天云路滑一定要小心上路了 那我们带你来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水汽 就是因为华南这边有一些中层的水汽带来 再加上底层吹的是偏东北季风 以及在台湾附近出现了一个低压封面 所以说今天整体的天气非常的不稳定 水汽很多 也因此在过去一个小时 苗栗 以北还有宜兰 以及中部山区都有一些比较局部的短暂阵雨 那么特别是在北部地区 下雨的时间比较长 雨是比较明显 相信大家都很有感 那么这样子的天气状况呢 我们要提醒您今天一整天白天的时候 在像是中部以北 甚至延伸到南部地区 会有一些比较零星的降雨 不过当然越往北部走 降雨的时间越长 以及包含在东半部地区同样 降雨机会也很高 要到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才会稍微的缓和 但是缓和不代表不会下 只是雨是会比白天的时候 稍微小一点 那么接下来什么时间点才会转干呢 我们先带您来看 恐怕要有点耐心了 因为星期二的时候虽然说水气比较减少 但是北部东半部还是有比较高的降雨机会 只是呢没有下雨的时间稍微拉长 那么礼拜三水气又再度增加 星期四星期五才是真正有转干的感觉 因为下一波的冷空气是偏干冷的一个天气状况 所以如果你要洗衣晒被洗车可以挑星期四星期五之后 那么周末的时候在阴风密地区又会有一些偶证与发生 不过呢刚刚提到虽然星期五星期四这两天要转干 但是要特别提醒您了 干的话就要注意 因为辐射冷却也会很强 所以说呢在周四的清晨温度相对来说会是本周里面最低的 尤其是空旷地区就要注意了可能会有出现这种12到14度的低温 要严防这种寒冷的天气 那么要到周末之后 这一波冷空气稍微的减弱温度才会再回升 提醒大家留意一下温度还有降雨方面的变化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